哈喽大家好我是雅替米斯 欢迎收看今天的雅替聊星座 那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 如果你还没订阅我的频道的话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那频道的那个订阅键呢 就在这个萤幕的右下方 那如果方便的话呢 也麻烦你开一下这个铃铛咯 好 那我们今天要来聊的呢 是这个2020年3月份的星座运势 那因为我录这段影片的时候呢 肺炎的疫情还是蛮严重的 那不论如何啦 请大家记得要经常洗手哦 那如果你已经有这个发烧或咳嗽的情况的话呢 请记得一定要戴口罩 而且尽快的就医 那3月份的星座呢 基本上是会比2月份还要稍微好一些啦 那有一些星座的朋友们呢 其实在3月份明显感觉到运气呢 是比2月份还要好一些的哦 因为3月10号之前呢 还是有随心逆行的情况 然后这个月呢 在3月23号呢 土星呢会转换星座到水瓶座哦 所以其实3月份呢 算是一个转换期啦 就是说3月10号前后呢 因为水星会从逆行变回顺行啦 那3月23号呢 土星呢会换一个星座 所以3月呢 其实是很多事情在变动的一个月哦 我相信很多人在这个月里面呢 也会特别的有感觉哦 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在2020年的3月 你会有怎样的星座运势吧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职场还有工作的部分 在3月12号到3月29号这段期间呢 母羊座的你呢 在工作表现上非常的棒 可圈可点 你的主管的老板 对你非常的满意 也会让你有升职的一个机会哦 而在3月23号到3月31号之间呢 因为精心带来很强烈的好能量 所以说呢 在这段期间当中呢 可以说是升官发财运非常好的一段期间 如果你要求表现呢 就好好在这段时间当中呢 努力表现给你的上司 给你的老板看 那他们喜欢你的话呢 小则加薪啦 那多则可能让你升官又发财哦 我觉得这是还蛮棒的事情 而在这个月里头 比较需要注意的部分呢 是3月1号到3月4号之间呢 因为水星逆行 还是有一些小小的影响 所以还是会有一些小人 在这个时候蠢动 带给你一些小麻烦哦 但是呢 牡羊座的你呢 应该还蛮有能力把它处理掉的 我想这应该对你来说 不是有太大的一个影响 那在3月5号到3月10号之间呢 因为水星逆行的影响呢 你还是比较容易在群组当中 说错话或发错讯息 或把不该发的一些照片 或者是话 发到某一些群组当中 那可能就会产生一些风波和麻烦 所以在记资料之前呢 要先想清楚或看清楚哦 那当然如果你是公众人物的牡羊座的话 在这段期间当中 你讲错话是会引起一些风波的 所以说如果你是公众人物 或是网红的话 在这一段期间当中 有时候呢 闭嘴不讲话 说不定还是比较好一点的一个情形哦 如果说你是上班族的话 在3月1号到3月9号这段期间 是你要特别小心的时间点哦 因为在这段时间当中 你会发现你的主管 在某一些事情上面 跟你的想法差蛮多的 那比较容易会有一些意见不合的时候 所以就要看你怎么去跟主管协调这些事情 那尽量不要吵架 以免呢伤到彼此之间的和气哦 23月17号到3月30号之间 是要最小心的时间点 如果你是上班族的话 你会发现你的主管在这段时间当中 是一个比较有暴力倾向的状态 或者是他常常就是气扑扑 就是气气气气气的一个状况 如果你真的发现 他就是已经心情很不好的时候 就尽量离他远一点 免得能火烧到你身上 后面就很麻烦 那因为这段时间当中 因为形象的影响 有一些主管 就会很明显的展现出 他有暴力倾向的那一面 那如果你都已经看到 他有暴力倾向的话 当然就是保持距离一侧安全 而3月23号开始呢 因为土星进入水瓶座 所以对于牡羊座你的影响呢 是有一些牡羊座的公众人物 或政治人物会发现 自己讲出来的话呢 或是自己做出来的事呢 开始被批评 那导致你的人气 你的人望呢 有一点下降 那粉丝数好像有一点掉粉的感觉哦 所以说呢 从今年的3月23号开始 我建议牡羊座的公众人物啊 政治人物或是网红 你在做任何事情 讲任何话之前 要先想清楚 会不会对你有太多负面的影响哦 因为土星带进来的 会是一个比较压缩的能量 所以你会明显感觉到 就是社会舆论的压力 是朝着你而来的 所以你要特别小心去 面对这些情形哦 接下来是学业好考试的部分 那对于牡羊座的同学们来说 这整个月而言呢 不会有什么太不好的形象 对你的学业产生负面的影响 但是当然啦 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形象 会提升你在学业方面的一个考运啊 或者是一些进度方面 或是你的吸收能力 所以呢 在这个月里面 你就是努力多少呢 就会有多少的获得 那你不用太担心在学业方面 有什么负面的事情会发生 首先呢 我们要来看到的是职场 还有工作运的部分哦 在3月5号到3月14号之间呢 是做着你在这段时间当中 你会有一个很意外的好的表现哦 那你的主管呢 看到了这个好的表现的时候呢 他就觉得 嗯 我一定要呢 把你升职加薪 对你会有非常多的肯定 而你的这个好的表现呢 其实呢 是也会让你的同事觉得很惊讶 原来你的能力这么的强哦 所以这段时间当中呢 你就不用害羞 想要表现的话呢 就好好的求表现 努力加油哦 而还有另外一段时间呢 你的表现还蛮好的哦 就是3月12号到3月29号之间 在这段时间当中的狮子座呢 你工作上是非常勤劳 而且你的效率也非常的好哦 所以在工作方面呢 你的表现呢 可圈可点 而且完成率呢 都比同事高 有的同事可能会拖延啊 可能会做不好 可能会做的比较慢 但是这些情况 基本上在你身上都不会发生 而在3月23号到3月31号之间呢 更是做着你发光发热的一段 精华时期 因为你的主管对你呢 有非常多的信任 所以会指派给你很多大的任务 他也觉得你应该会好好做的玩 加上呢 你跟你的同事之间的合作非常的好哦 你和同事呢 都很愿意帮助你 而你呢 也可以带着你的同事呢 一起打拼出更好的成绩 所以整体来说呢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是狮子座的你在公司里面发光发热 而且人际关系超好的一段时间哦 但是呢 这个月里面 其实你还是有一些时间是要特别注意一下的哦 像是3月12号到3月22号之间 有时候狮子座的你会有比较多的坚持啦 你会觉得说我想要这样做 我想要这样做 我觉得这样子就是比较好 而且我想要去说服我的主管 可是你的主管坦白说不太买你的账 也不太吃你这一套啦 他不会听你的 但是如果你又太过坚持 叫他一定要听你的 那你的主管基本上就会因此跟你有比较多的 不愉快或不开心 那你得罪主管的机率会比较高哦 所以我建议你在这段时间当中 尽量就是维持你该有一个弹性 主管觉得不太OK 或是他脸色颇有为辞 或是觉得面有蓝色的时候呢 试作你就干脆 没关系我退一步 我就跟着主管想做的方式去做 这样子呢 比较不会有得罪主管的状况发生哦 而在3月17号到3月30号之间 其实难免啦 因为你在这个月里头 在职场的表现真的很棒 所以有一些同事 不是每一个啦 其实你跟很多同事之间相处都不错 但是就是会有那一两个同事呢 嫉妒你会觉得你太红 你太厉害 那我就是想要小小的作弄你一下 或者是找你一些麻烦哦 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当中 我会建议你要小心一点 难免啦 会有一些勾心斗角的机会 那面对呢 大家斗心机的情况 我想呢 多少你也需要多用一点心机啦 这样才可以顺利的呢把这些问题给化解掉 而且让你的同事知道你不是好热的哦 而最后呢 在3月23号到3月31号之间哦 试作呢 如果你的工作室需要去面对客户 需要去接客 需要去和客户之间有一些沟通的话 你在这段时间相对来讲 你会觉得比较辛苦一点哦 因为有一些客人 他就是属于奥客的等级 他就是会找你麻烦 或者是会客诉你 那其实跟你本身的表现 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的 因为你本身表现就很好啊 只是因为这个客人可能 他家里发生什么事情 他心情不好 所以他来找你麻烦 所以面对这种客人的时候呢 我会建议当然就是容忍一下他啦 毕竟呢 在做服务业啊 或者是需要面对客户的这些业务方面 你还是需要跟客人保持一个良好的互动关系啦 但是如果说客人太过于无理取闹的话 我想你的公司 你的老板 你的同事都会站在你这一边 所以呢 你也不用害怕哦 接下来呢 是学业好考试的部分 那对于呢 试作的同学们 如果你是国中啊 高中大学的话呢 在这个月其实 但是大致上来说考运都是还算中等的 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不良的心象或是问题会影响到你哦 所以试作的朋友们 你们就是好好的念书 大概呢 就是你念多少就会考出来多少 所以你的努力多少呢 很自然就会反映在你的成绩上面哦 3月21号到3月31号之间呢 如果试作的你有要去参加比较大型的考试的话 那恭喜你的考运还蛮不错的哦 可能你之前念过的或是考试前可能随手翻一下的题目呢 诶考试的时候就考出来而且你能够顺利的作答哦 那如果说你是研究所或是博士班的朋友们的话呢 你在做这个论文撰写的部分上面也会还蛮顺利的 在这段时间当中呢 进度会超前 相当恭喜你 首先呢 我们要来看到的是事业还有职场的一个部分哦 在3月5号到3月14号之间呢 要恭喜摄影座的朋友们 在这段期间当中 在工作上面呢 会有进度超前很有创意的情况发生 所以说呢 那如果你是做艺术或是研发工作的话 在这段期间当中呢 你的表现是可圈可点的哦 和同事之间的互动上呢 也会非常的开心 职场呢 是还算蛮和乐融融的一段时间 相当的愉快 那在这个3月当中 你还是有一些时间点是要比较小心一点的 像是在3月5号到3月10号 这一段水星逆行的时间当中呢 你还是比较容易在工作方面 可能会有东西记不清清楚啊 或者是呢 讲错话 传错信件 写错资料的情况 甚至于会有 比如说上班迟到的状况发生哦 所以对你来说呢 这段期间里面呢 保持准时早点起床 然后在寄任何email 或者是在写任何的文件的时候呢 多确认几次有没有写错 这是还蛮重要的事情 而另外一段需要注意的时间点是 3月23号到3月31号这一段期间当中 所以我做的你呢 因为土星和天王星的影响 所以你在工作上 难免会有时候记忆力不是那么的好 或者是逃婚婚闹顿顿 整个人觉得就是头昏脑脏 而在表达的时候呢 会有言不及议的情况 就是你想要说什么 可是讲出来的话 好像跟你原本想象的又不是很相同 那会自会引起一些同事间的误会啊 或者是呢 主管听不太懂你到底在讲什么 所以我会建议你在这一段期间当中 你在跟主管跟同事讲话之前 你先想清楚我大概要说什么 特别是跟主管报告的时候 你要先想一下我该说什么 才不会因为你讲错话呢 而导致主管对你的印象不好哦 那有时候是你会记错东西 或者是写错东西 那这个部分呢 当然就是你在写完一些报告或资料的时候呢 再多确认几次 确认一下上面有没有写错 或者是呢 你的文字上有表达错误的地方 就是尽快确认一下没有错再送出去 不要随便写一写然后就丢出去 那个问题一定会还蛮大的哦 另外是在这段期间当中 如果你的工作场合是比较属于高危险的地方 比如说是什么化学原料啊 高压电啊之类的这个工作场合的话 你要特别小心哦 那时候说你在这段期间当中 是比较容易会有职业伤害的状况发生 所以我会建议你如果是在危险度比较高的地方 上班或工作的话 要打起精神非常注意 特别是在操作一些比较危险的东西的时候 要特别的小心哦 接下来呢是学业还有考试的部分 那射手座的朋友们在3月5号到10号之间 你还是会面临到水星逆行的一些影响啦 所以上课的时候有时候比较不专心 或是机体比较差一点 学习的品质上是稍微比较差的哦 那小考的考验上也不是那么的好啦 所以射手座的朋友们在这段期间里面 你们就稍微小心一点咯 那另外呢因为在3月23号开始哦 因为土星进驻水平座的一个影响下 对于射手座的你其实会慢慢发现说 在念书方面好像自己的理解能力变得稍微比较差一点 特别是在理科方面 你要花比较多一点的时间 才有办法去灵活的运用 比如说老师教给你一些公式啊 或者是老师教的某一些定理或算式 你需要多花一点时间去理解才有办法吸收哦 所以说呢从3月23号开始 我会建议射手座的朋友们哦 如果比如说在数学啊 或者是一些物理化学之类这些理科上面呢 你需要多花一点时间去弄清楚老师教你的内容 你才有办法好的吸收 而且才能够灵活运用 在考试方面呢才能够达到比较好的成绩哦 那另外就是考验方面呢 其实因为土星的影响 考验还是会比以前差一点啦 那土星的这个影响呢 基本上呢是可以被抵消的 就是你多努力一点 用心一点 小心一点 去抵消这个考验不好的部分 那成绩呢就会比较不受到影响 简单来说呢 就是手做的同学们 在3月23号开始之后呢 你就要相当努力的好好念书 这样你的成绩才可以维持在你满意的一个状态下哦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工作还有职场的部分哦 在3月3号到3月15号之间 如果你的工作呢是公众人物啊 或者是你是政治人物 或是网红的话呢 在这段期间当中呢 你是会很红的 因为很多人对于你的作品 跟你讲出来的话呢都非常的喜欢 人气呢会非常的高 事业运在这段期间当中呢 是会不断往上涨的 那你吸引到的粉丝呢也会越来越多 相当恭喜你 在3月1号到3月4号之间呢 因为水星逆行的影响啦 金牛座的你 特别是上班族的朋友们 比较大的一些困扰 就是你不太能够搞清楚 你的上司到底是在讲些什么 因为你的上司可能讲的话里面呢 就翻来覆去啊 他也不是很清楚的能够告诉你 他到底想要什么东西 在面对这样子的主管的时候呢 金牛座的你在处理事情方面呢 就会多一些障碍跟困难 因为你在搞不清楚你主管的想法哦 所以呢在工作方面呢 在这段时间当中还是要特别的小心一点哦 那在3月23号到3月31号之间呢 因为土星进入的水平座 那再加上跟天王星之间的一些角度的影响哦 所以对于金牛座的你来说呢 你会明显的觉得你的主管开始不断的逼你很多业绩 会让你觉得工作真的很疲劳 而且常常可能需要加班哦 所以对于金牛座的你来说 从3月23号开始呢 就是一个比较长期的工作上面的一个考验 那压力上呢是会比以前多很多的 所以金牛座的朋友们要记得下班之后呢 要找地方疏压让自己的压力呢可以放下 免得呢因为一直长期累积压力下去 这样长久下去的累积呢 是会对身体造成不好的影响的哦 所以疏压放轻松呢 是从今年3月23号开始呢 金牛座的朋友们一定要去做的事哦 接下来是学业还有考试的部分 那金牛座的朋友们呢 如果你是大学以下比如说高中、国中的话呢 在这一段时间当中 你的学业运是还蛮稳定的 还蛮平稳的 不会有什么风浪发生 那金牛座的同学们呢 就不要太疼心了哦 那在3月12号到3月29号之间呢 如果你有大考 就是大型的考试的话呢 考验其实是会还蛮好的啦 那如果你是研究所或博士班的话 还蛮恭喜你的哦 在做论文方面呢 进度呢也会超前 是比你原本预计的还要更好 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那在3月23号到3月31号之间 金牛座的同学们 如果呢 你正好在这段期间呢 要出国去比赛 不管是比什么 你都还蛮容易拿到很好的名次 阳明国际哦 那如果说在这段期间 你要计划去海外打工旅游的话呢 也会一切顺利 非常的开心 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职场 还有工作的一个部分哦 那在3月23号到3月31号之间呢 如果你是一般上班族的话 其实你还蛮能够在工作当中 展现出你个人的才华跟能力 那也会让你的工作成绩呢 变得很好 那如果说你的工作是做文创工作啊 或者是做艺术创作的话 在这段时间当中 你所创造出来的作品呢 可以说是可圈可点 那这样良好的工作表现呢 当然也会让你收到很多的肯定哦 那在3月5号到3月10号之间 是处女座的你要稍微小声一点啦 因为水逆对你的影响 相对会比较明显一点 所以在工作方面上呢 有时候会忘东忘西 或是有迟到的情况哦 那我会建议处女座的 你还是要打起精神 来面对这些事情 那工作上呢 其实处女座的 你本来就还蛮丁精的啦 所以你只要集中精神的话 这些忘东忘西 或者是迟到的状况就比较不会发生 那3月23号开始呢 因为土星进入到水平座的一个关系哦 那对于处女座的影响 就是你会发现在工作上面 磨难稍微多一点点 就是很多事情上压力变大 然后对于处女座的你来说 在工作方面相对而言呢 会是稍微比以前更辛苦一点 很多事情可能会多一点点小波折 那些小波折呢 其实都不难解决啦 对于处女座的你来说呢 多花一点心力去处理就好了 只是真的需要多花一点时间 所以有一些处女座的朋友们 可能呢 就会需要多花一点时间 在加班这件事情上面 那我当然是建议处女座的你呢 从今年的3月23号开始 你要记得哦 第一就是呢 尽量不要让自己累过头 这很重要 那另外一件事就是 下班之后一定要找一个 可以让你放松的地方 不管你是想要去吃饭 或者是想要跟朋友出去唱唱歌 都好 或者是呢 送一些小礼物给自己 让自己有小确幸的感觉 这样你就不会觉得压力这么的大 而这也是呢 化解土星带来压力的一个良好方式哦 在3月23号到3月31号这一段时间当中呢 处女座的你如果有需要去原地出差的话 要小心一点哦 可能会遇到一些小问题 需要你花一点心力去解决 那如果说你是外商工作 或者是呢 你需要跟外国人在这段时间当中 讨论一些工作上的事情的话 你会发现沟通上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那这个部分的话 需要多花一点时间才有办法解决 接下来是学业好考试的部分 在3月5号到3月14号之间呢 如果你是你研究所或博士班的处女座的同学们 在这段时间当中 你在做论文啊 或者是写论文方面 进度都会还蛮顺利的哦 那如果说呢 你本身是需要去参加一些音乐比赛 或者是绘画比赛的话 因为在这段时间当中呢 考试还蛮良好的哦 所以呢 不管是在唱歌啊 音乐啊 或者是绘画比赛方面 处女座的你呢 都可以发挥你100%的实力 那也能够呢 因此得到蛮良好的成绩哦 那在3月12号到3月30号之间呢 如果你不是我们上述讲到的 这些处女座的同学们 就是一般可能普通班的同学们的话 你要小心一点 因为在这段时间当中呢 你会把很多时间花在玩乐上面 都每天很想去玩 没有什么心情念书啦 那当然呢 这就会影响到你的成绩表现嘛 所以呢 在这段时间当中 在这个月里头哦 怎么去规划自己的念书时间 这是对初女座的同学们来说 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哦 首先呢 我们要看到的是职场 还有工作的一个部分哦 那在3月3号到3月15号之间呢 很多摩羯座的朋友们 在这段期间当中呢 你有很强的一个表达能力口才非常的好 那开会的时候 报告的时候呢 都很有条有理的 所以你可以说服你的客人 说服你的同事 说服你的主管 那当然你的工作表现上 在这段期间是会很不错的 那如果说呢 你是做歌手啊 或是业务工作的话 基本上在这段时间当中呢 你的工作表现也会非常的棒哦 那在3月12号到3月29号之间 很多摩羯座的你呢 执行力非常的棒 但是偶尔会有点小初心啦 不过你大概就是 不要让自己太初心太冲动的话 只要避开这种情形的话 你的执行效率因为非常的好 所以你东西 你的工作上面的表现 就是做得又快又好 那你的上司呢 当然也会因此 对你有更多的肯定哦 那在3月17号到3月30号之间 有一些摩羯座的朋友们 会因为火星和冥王星的影响 在做事情方面会比较极端一点 或者是比较不择手段踩到红线 但是呢 如果说你踩到红线 像是做一些可能游走在法律边缘的事情的时候 就可能会为你未来带来一些麻烦啦 所以我会建议呢 摩羯座的朋友们在这段时间当中呢 在工作方面呢 你就不要选择太极端的做法 我知道你很想赢得更多的成功 你也希望可以每一次都拿到第一名 但是有时候如果说你做的手段 太醜窄 太狠的话呢 其实旁边你身边的同事 或是你的主管都看在眼里哦 这对你的职场人际上 当然就是有一点点会让别人觉得害怕 那对于你未来的升迁 或是同事对你可能也会有戒心 那当然我是建议你在这段期间当中 尽可能就是不要做一些彩虹线 或者是游走在法律边缘的事情 这样对你的未来也会比较好一些啦 接下来是学业还有考试的部分 在3月3号到3月15号之间呢 摩羯座的同学们的考验还不错哦 而且在这段时间当中呢 你在上课的时候呢 相当的认真 那不太会有分神的情况 那学习的能力上呢 也比其他的时间来得更好哦 所以在这段时间当中 你的吸收力也很不错 老师可能交了一次之后呢 你回去就大家都懂了 那学习能力好 那加上考验其实也还不错 所以在这段时间当中 如果有什么小考的话呢 表现应该都是还蛮棒的 而在3月12号到3月30号之间呢 因为火星有带来一些影响啦 所以摩羯座的同学们 如果说比如说你是体育班 你是需要去比赛 体育相关项目要去比赛 或者是需要考试的 这个摩羯座同学们的话呢 在这段时间当中 你在体育类的竞赛项目 或是体育类相关的表现上呢 都可以有很棒的一个成绩哦 但是也因为火星带来的一些影响 加上又还有冥王星在那里 所以有时候 某一座的同学们 在这段时间当中 你在学校里就比较容易暴躁 甚至于呢 跟同学容易一言不发就大吵起来 甚至于是打架哦 那这是比较不是那么好的一个情形啦 所以我会建议某一座的同学们 在学校里面 在这段时间当中 尽可能的呢 还是先把自己的情绪稍微控制一下 那不要让自己这么容易生气 那就不太会有这种 跟同学打架 或是舌眉相马的一个情况发生 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职场还有工作的部分哦 那在职场还有工作的部分呢 在3月3号到3月15号之间 因为太阳还有海王星的能量呢 让双子座的你在这个月里头 你会发现呢 你在工作上面呢 容易得到比较多的成功 你之前所努力破坏的 所努力去做的这些工作的内容呢 其实在这个月里面 在这段时间当中呢 会带来成功的果实 你之前的梦想还有计划呢 在这段时间当中是很容易成功的哦 所以你的上司啊 还有你的公司对你的这个表现呢 是非常看重的哦 相当恭喜你 而这个月里头呢 有一些事情也是要特别注意一下的哦 3月1号到3月4号之间呢 随心逆行对你还是有一些影响啦 你会觉得主管可能还是有一点点难沟通的情况 这是需要特别小心的部分 另外是3月12号到3月22号之间呢 你的工作职场方面呢 小人会是比较多一点 那勾心斗角的情况呢 也会比较多 所以在这段时间当中呢 你要小心不要被小人暗算 那当然如果你想要暗算别人的话呢 其实也不要太狠啦 毕竟大家是同事嘛 那还是以和为贵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哦 接下来是学业还有考试的部分 那对于双子座的同学们来说 就是你是这个大学啊 大学以下的这个双子座朋友们来说的话呢 这段时间当中其实考运啊 还有学习的运势上其实都还好啦 那唯一需要特别注意的时间 是3月5号到3月10号 这段随心逆行的时间当中 如果你有要去考比较大型的考试 像是需要去考比较多人一起考的 就是不是在学校里面考 就是在学校外面考那种大型考试的话 你的考运基本上会稍微比较差一点哦 所以在这段期间当中 如果有这些考试 就是3月5号到10号之间呢 你有需要去进行一些大考的话 你可能要多做一些准备 比如说该带的东西 前几天都要先准备好 检查好 是不是都有带 而在考试的那一天呢 你也要记得就是早上闹钟可能要调好啊 让你自己可以准时起床 不会迟到哦 这是一个还蛮重要的事情 而在今年的3月23号开始呢 因为图星进入水平座 所以对于双子座的你呢 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都是 如果你是念研究所以上 或者是你是要做这个博士论文的话 你会觉得很多进度上 可能就稍微比较慢一点 或者是呢 有一些原本你计划好的事情 就会开始有一些拖延的情况哦 所以呢 你在这段期间当中 我当然是建议你啦 就是尽量照你原本的计划去往前走 努力去做 那比较不会有这种拖延的情况发生 而如果你是计划呢 3月23号之后要去海外打工度假的双子座朋友们的话 我会建议你在这段期间开始之后呢 你就要小心一下在海外的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 因为土星难免会带来一些比较紧缩 或者是事情拖延 或不是很顺利的情况 那不是说都不能解决啦 但是就是你需要多花一点时间 所以只要小心一点的话 基本上这些困难呢 是可以顺顺利利的呢 把它摆平的 你也不用太害怕 但你就是要提高警觉就是啰 首先我们要看到是职场还有工作的一个部分 那对于天秤座的朋友们来说 在3月3号到3月15号之间呢 你的工作表现是会非常的好的 因为你在这段时间当中 你相当的有精神 在工作方面执行效率呢 都非常的好 而且呢 你会把你想做的事情都很顺利的做完 那你和主管和同事之间的合作呢 其实也还蛮不错的哦 所以在这段时间当中呢 让你很能够展现出你个人的能力 让别人对你刮梦相看 那其实在这个月里面 天秤座的你在工作上表现是还蛮不错的 不太会有什么大问题发生 只有在这个月的月初 3月1号到3月4号之间呢 因为水星逆行的影响 难免还是会让你在工作上呢 发生一些小错误或是迟到的情况 那这多小心一点呢 就可以避免咯 在学业还有考试的部分上面 天秤座的同学们在这个月里头的表现 应该是还蛮平稳的哦 那这个月里头呢 对于天秤座的同学们来说 不会有什么太多的负面形象影响 所以考运方面其实都还蛮稳定的 不会有太差的情形发生 那当然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好的运气发生啦 那当然呢 在成绩方面就是反映出你平常 大概有没有好好认真念书的一个结果咯 首先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呢 职场还有工作的部分 那在3月12号到3月29号之间呢 如果水瓶座的你呢 工作是跟八大行业有关 或是跟夜生活有关系的工作的话 在这段时间当中呢 生意是会还蛮好的哦 所以你会赚到还蛮多的钱 那至少在工作方面呢 也还会蛮顺利的 那跟客人之间的互动上呢 其实还会蛮好的哦 那在3月23号到3月31号之间呢 这段时间当中 如果水瓶座的你做的是不动产的工作 或者是卖零骨塔 就是我们说阴宅也好 阳宅也好 就是你只要是做不动产 就是卖一般的房屋 买卖一般房屋 或者是呢 你是做买卖零骨塔这种工作的话 基本上在这段时间当中 业绩是会还不错的啦 那如同呢 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哦 图星在3月23号开始呢 会都听水瓶座 所以对很多水瓶座的朋友们的影响 就是你在工作方面 显得比较弹性不足 但是呢 很有秩序 很有规律 所以如果说你的工作是做 一般上班族啊 你是打打报表啊 或者是你是公务员的话 其实你会工作得非常的顺利 因为你就是按表操课没有问题 但如果说 你的工作是需要用一些脑力啊 研发 或是比较需要弹性 或做公关 需要去跟人家聊天这种工作的话 有些水瓶座就会发现 自己到底是能力变差 还是为什么我的脑袋 有时候就是转不太过来哦 那因为图星的影响呢 是需要有一些时间去适应的 所以说呢 在3月23号之后呢 有一些水瓶座的朋友们在工作上 就会觉得有一点卡卡的 那这种卡卡的状况呢 是可以慢慢被你解决掉的 所以就不用太担心咯 而在这个月当中呢 有一些时间 你也是要特别注意一下的哦 就是在3月5号到3月10号 这段时间呢 因为水星逆行在水瓶座的影响 那你是会比较有感一点的啦 就是有时候会觉得头晕脑脑啊 或者是在工作上就是容易写错资料啊 发错email之类的 或是讲错话得罪同事 那因为呢 这段时期真的也没有很长啦 水瓶座的你只要保持一个稳定 然后尽可能的呢 保持在神智亲民的状态下 这些问题就都可以解决 那在3月17号到3月30号之间呢 因为小人有一点多 那这些小人其实就是 你只要特别注意一下 你就可以闪过他们对你的一些攻击哦 那怕就怕在水瓶座的你呢 没有注意到这些小人发动一些攻势 所以从3月17号到3月底 这一段时间当中呢 你在职场上呢 还是要保持一下警戒性 这是还蛮重要的事情哦 接下来是学业还有考试的部分 那对于很多水瓶座的同学们来说 在这个月里面你有蛮多的夜生活 或者是你晚上就是 总是会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不太想睡觉 像是打手游或者是出门去喝酒啊 或者是当然如果没有办法喝酒的话 可能是出门跟同学去夜游出去玩之类的 你的夜生活非常丰富非常的精彩 但是这也导致呢 你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心思放在学业上面 有一些水瓶座的同学们呢 就是会因为这样考试就考不太好 因为你都没有在念书嘛 所以你在这个月里面 我会建议你哦 尽可能的还是要多花一点时间在念书上面 那玩当然是也可以玩啦 也不是都不能玩 只是这个时间的比例上呢 你倒要控制一下哦 而在3月21号到3月31号这一段时间当中呢 还蛮恭喜水瓶座的你哦 你在这段时间当中 小考的考运是还蛮不错 比如说学校的这个月考啊 或是随堂测验之类的 老师给你的这些小小的考试 基本上你考验都会蛮好的 你大概前一天有多年一点的话 隔天大概都会考出来啦 所以这个运气很好的情况下 成绩也不错 但在这段时期当中 因为你的学习能力是还蛮强的 老师大概教过一遍 你回家大概翻书翻个一次 你大概就都懂了 所以你的成绩上呢 基本上应该也都会还不错啦 那如果说呢 是需要教报告的情况下呢 你做出来的报告 老师也是会很赞赏的哦 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职场 还有工作运的一个部分哦 在三月的五号到三月十四号之间呢 最多的朋友们在这段时间当中呢 如果你的工作是艺人 特别是你是唱歌啊 演戏啊 或者是有一些作品的艺人朋友的话 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呢 你的事业运是非常的棒的 你推出去的作品呢 会有非常多人喜欢 那会让你觉得很开心 而且人气也会因此变得很旺哦 那有一些这个艺人朋友 如果在这段时间当中呢 是有一些比赛 或者是一些奖项的话呢 你如果有入围的话呢 在这段时间当中呢 得奖的机会呢 是还蛮高的哦 在此先恭喜你咯 那如果你是上班族的朋友们的话呢 你会觉得在这个月里头 压力是还蛮大的哦 因为奥客还蛮多的 特别是三月一号到三月九号之间哦 比较容易被客诉 或者是遇到那种脏牙无爪的客人 所以这段期间当中呢 变成你要面对客户 也要面对你的主管哦 是一个比较压力大的时间 那下班之后呢 就尽可能的呢 呃 可能吃好一点喝好一点 让自己呢 可以把这些压力给放下 多给自己一点小确幸哦 不然这是聚恶座的朋友们 在这个月里头 很重要的是 对自己好一点是很重要的哦 那另外呢 就是如果你去做业务工作 就是需要去招揽客人 然后去卖东西的工作的话 因为觉得你的对手每个都好强哦 每个都如狼似虎 好像每个都想要把你生吞活泼一样 那抢客人呢 也是无所不用其极啦 所以对于你来说 在这个月里面呢 你就要尽可能去防范 别人抢客人的一些招数哦 那打听一些小道消息啊 或者是你提出更好的条件 去抢客人 主动出击不要害怕 因为你的能力呢 其实是还蛮不错的 你也不见得会抢输他 只是你如果被他吓到 开始往后退 因为有些聚恶座的朋友们 面对呢 太强势的对手的时候呢 其实会有一点 怕怕的感觉 他就会往后退嘛 但聚恶座呢 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哦 其实你的本事是很好的 你是可以打赢这些对手的哦 所以面对竞争的时候呢 你要让自己先沉稳一点 好好的发挥自己的实力 自然呢 你就可以让你的业绩维持在 很好的一个状态下 接下来是学业好考试的部分 那对于聚恶座的同学们来说 3月3号到3月15号之间呢 是你大考考运非常好的一个时间点哦 如果你需要去考一些证照啊 或是是去考一些 很多人一起考试的这种大考的话呢 你的考运呢 是很棒的 你念的呢 基本上都会考出来 那成绩呢 也会还不错哦 会得到让你满意的一个 成绩 那如果你是念研究所 或是念博士班的话呢 在这段期间当中 你在做论文的进度方面呢 也会很顺利 很快速 超出你原本的预期 相当恭喜你 那在3月1号到3月4号之间呢 因为水星逆行的影响哦 对于聚恶座的同学们 还是会有一些影响啦 这个影响比较集中在这个外语能力 就是如果你要考英文啊 或什么第二外博语方面的话 可能就不是那么顺利了 可能考试的时候会突然忘记某一些单字啊 或者是忘记怎么回答某一些答案之类的哦 所以说呢 如果在这段期间当中呢 有一些外文考试的话呢 你就要多努力一点哦 才可以让你的成绩 维持在一个你满意的一个状态哦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职场还有工作的部分 在3月21号到3月31号之间呢 天月做的你呢 有很好的工作能力哦 独立工作的表现还是蛮好的 那这个月里面因为 其实天月做的你呢 在跟同事合作上是有一点点小困难的啦 所以很多事情只要是由你一个人独立完成包办全部的话 虽然比较辛苦一点 可是出来的工作成果都还蛮不错的哦 那当然这段时间呢 就是凸显你个人魅力还有工作能力的最好时光咯 而且在3月23号到3月31号之间 如果说你的工作是业务啊 或者是你就是需要跟客户介绍很多产品的这种工作的话 基本上在这段时间当中你的业绩会恰恰恰非常的棒哦 这段时间里面因为你的表达能力非常的强 所以你可以说服很多客户告诉他们说 这个东西很好 你就是把它买下来 所以这些客户呢 也会就是大量的购买你跟他介绍的东西 所以说呢 如果呢在这段时间当中你的工作呢 是需要靠口才 包括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业务工作啊 或者是介绍贩卖的工作 或者是呢 你是属于需要唱歌的艺人之类的哦 你的工作表现都会非常的好 然后你的客户或者是你的粉丝都会很喜欢你 那卖东西啊 也会销售的状况非常好 因为我知道蛮多人现在是开直播在卖东西嘛 所以呢 如果呢 你是做这方面工作的话 在这段时间当中 业绩很好 而且可以赚不少钱哦 那在3月17号到3月30号之间 是天月做的你要小声一点的时间哦 因为你天生讲话就比较独一点了 那因为心上的影响在这一段时间你会特别的毒 而且特别的直接 也因为你特别的毒和直接 在这段时间当中比较容易伤到跟同事之间的感情 或者是你比较容易顶撞到你的主管 那虽然说你觉得你说的都是屎话 但是听在别人耳朵里面可能就是一种攻击的话哦 有时候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啦 那在这种情形下呢 就会影响到你的职场人计嘛 那如果你不希望呢 被这个主管或同事疾恨的话 在这段时间当中尽量我们就讲一些比较柔软一点 比较好听称赞别人的话就好 这个部分上呢 如果你稍微调整一下 就比较不会有影响职场人计的状况发生哦 接下来是学业好考试的部分 在3月12号到3月29号之间呢 对于天蝎座的同学们来说哦 如果呢你是念体育班或者是在这一段时间呢 你需要有一些体育相关的比赛的话呢 你的表现都会非常的好 那非常容易拿奖 那除了体育班以外的天蝎座同学的话呢 比较容易发生就是爱玩 那懒得念书的一个情况哦 或者是呢你比较容易粗心影响成绩的一个情形 那在考试方面呢 可能就会比较不那么理想 所以我会建议天蝎座的同学们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呢 你还是要多花一点时间用心在念书这一块上面 那在考试的时候呢 尽量维持细心和专心 也就比较不会影响到考试的成绩哦 那在3月17号到3月30号之间天蝎座的同学呢 你讲话是比较直接比较独辣一点点的一个状态哦 所以呢 你在学校里面比较容易跟同学之间会发生一些不愉快的情况 那有一些天蝎座的同学比较容易跟其他同学吵架啊 甚至于会有打架的情形 这种状况发生的话呢 当然就会影响到你和同学之间的这个人际关系嘛 而且可能还会被记过哦 所以是相当不好的一个情形 那这段期间当中呢 我还是建议天蝎座的同学们还是以和为贵啦 那你讲话尽量不要这么直接不要这么读 也就比较不会引起什么打架啦 或者是吵架的事情发生哦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职场还有工作的部分哦 那对于双鱼座的朋友们来说呢 3月3号到3月15号之间 双鱼座的你在工作职场方面的执行力是非常棒的哦 所以在这段期间当中呢 你的表现非常的好 你想要做到的事情呢 基本上都可以做得到 你在脑袋里头构思的这些梦想跟计划呢 也都能够在这段期间当中呢 非常顺利的执行和完成 相当恭喜你 而在3月12号到3月29号之间 如果说你的工作呢 是这个网红啊 公众人物 比如说政治人物也算哦 就是你需要去经营一堆粉丝的话 在这段期间当中 你的人气会非常的旺哦 粉丝呢会越聚越多 那你的影响力呢 也会在这段期间呢 相当程度的提高 那在3月23号到3月31号之间 因为金星也带来很正面的影响 所以对于双鱼座的你来说 如果你的工作呢 是属于艺人啊 网红啊 歌手啊 演员 或者是艺术家的话 在这段期间当中呢 你的作品会受到非常多人的喜欢 那有一些 比如说艺人的话 可能会接到一些业配啊 或者是网红 比较容易接一些业配啦 那艺术家或是歌手的话 可能你们的作品 或者是你们的歌曲 你们唱的歌 就会买得非常的好 人气很旺 也会带动你的收益哦 所以对你来说呢 是属于这个名利双收的一段 很棒的时间 而在这个3月里头呢 双鱼座的你呢 也还是有比较多需要注意的地方 像是3月1号到3月4号之间 因为水仙还是逆行在双鱼座啦 所以对于双鱼座的你来说呢 有时候多多少少 你还是会有一点昏头转向的情况 或者是说记错时间迟到的情形哦 记忆力比较差一点 或者是容易写错记错或是讲错话 那对于双鱼座的你来说 在这段期间当中呢 反正你要写东西啊 讲话之前就想清楚就好 那如果说你跟别人已经约了时间的话 就是再三的提醒一下自己千万不要迟到哦 而在3月5号到3月10号之间呢 双鱼座你要比较注意的是呢 有人在暗中想要黑你 可能会放话 或是放一些不实的谣言来攻击重伤你哦 那你需要多花一点力气跟时间去 找出来是谁做这件事情 或者是需要去澄清一下这个状况哦 而在3月12号到3月31号之间 如果你是公众人物 政治人物 或者是比如说你是网红啊 艺人 歌手 演员的话要特别小心 因为你很红 人红是非多 所以有人特别想要黑你或陷害你哦 会放一些不利于你的消息 或是把你以前呢 可能比较不是那么好的一些丑事啊 或是黑历史给掀出来 那对你来说就是一个伤害啦 那该如何快速的应对跟反应 把这些问题给平息掉呢 也是在这段期间来说呢 对你的一个蛮大的一个考验哦 那从今年3月23号开始呢 这是双鱼座的朋友们要特别小心一点的地方 因为土星进到了你的12公里面 所以你会比较觉得自己的压力大了一点 而且是那种莫名的无以名撞 讲不出原因来的压力 或者是会觉得小人比较多一点 生活上很多事情就不是那么的顺利哦 所以呢 我会建议双鱼座的你呢 在3月23号开始呢 你可能就要去多做一点运动啊 或者是做一些瑜伽 可以舒压 让你的身心可以舒缓一点 把你的压力给释放掉 这是还蛮重要的事 那如果说你真的觉得自己很倒霉的话呢 该拜拜的就去拜一下吧 可能你很久没有去庙里拜拜了啊 很久没有去教堂祈祷之类的哦 期望呢 神明可以多给你一些保佑 帮你呢 逢凶化吉化险为一哦 毕竟啦还是有白有保比啦 我觉得这是还蛮重要的事情 那当然你多做好事的话 我相信好人会有好报 你这些压力啊 或者是一些不顺的事情 也会比较容易消失哦 接下来呢 是学业还有考试的部分 那对于双鱼座的同学们来说 在3月5号到3月14号之间呢 你的考验其实还蛮好的哦 特别是在理科方面 像是数学物理化学这几科当中呢 你的表现应该都还蛮不错的哦 那另外呢 如果呢 你是属于就是才艺方面的同学的话 像是你是唱歌啊 或者是你是属于画画弹琴的话呢 在这段期间当中呢 你的表现也会很好 那如果有比赛的话呢 你是还蛮容易得名的哦 在这个3月当中呢 双鱼座的同学们还是有一些地方是需要多注意的哦 像3月12号到3月22号之间呢 你比较容易因为专心在社团活动上面 或是参加一些大型的活动 让你呢 比较没有时间去念书 那这是会比较明显的去影响到你的考试成绩的一个部分哦 所以在时间分配上面呢 你要大概要算清楚一下 什么时间是去做一些社团活动 哪些时间呢 是要拿来念书的哦 这些规划如果做好的话呢 就比较不会影响到你的成绩哦 而在3月23号到3月31号之间呢 双鱼座的同学们在睡眠状况上是相对比较不好的 所以晚上睡不好的情况下 就会影响到你白天的一个学习效率 所以尽可能呢 就是第一就是不要熬夜嘛 那晚上呢 早点睡觉 那找一些可以助眠的方法 让你晚上可以睡得舒适一点 那这样就比较不会影响到你白天的一个学习效率 跟考试成绩 那就到这边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记得开小铃铛哦 那如果说呢 你有跟星座啊 塔罗相关的问题 或者是想了解 想知道的事情呢 也欢迎你在底下留言 和我多聊聊 也欢迎你把这支影片分享 转发给你喜欢星座的朋友 我是亚提米思 我们下个月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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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